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大家好 我是主播苏杨 欢迎收听读者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 来自作者玉米沈 爱情是快速奔跑 婚姻却是慢慢生长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去幸福吧 和你爱的人 结婚纪念日 林子又在朋友圈撒狗粮 一张张亲密无尽的照片 每一个举动 每一个笑容 满满的都是无处隐藏的幸福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在度蜜月 亲爱的 和你在一起 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 照片下面 林子老公的评论 没有肉麻的情话 没有感人的言语 却温暖的 让人羡慕嫉妒 结婚二十年 从最初的跌跌撞撞 相爱相杀 到后面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离不开彼此 除了爱 还需要用心 婚姻里 不怕没有爱情 最怕的是没有用心 一旦爱老去了 心也就麻木了 时间久了 就容易生艳生变 幸福的婚姻 都有一个共同点 绝不会让爱麻木 不定时地 给爱补养和维修 才能避免生锈老化 保持长久的温馨和幸福 那些不去用心的婚姻 都靠吃老本来支撑着 爱情的老本多一点 可能维持的时间会久一些 如果爱情的老本 本来就不多 婚姻便很快摇摇欲坠 等到失望攒够了 就无力回天 爱情里的老本 又能有多少呢 多少人在结婚时 发誓要一辈子 给对方遮风挡雨 可是呢 后来他所有的大风大浪 都是他给的 爱情是快速奔跑 婚姻却是慢慢生长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注定在一起的 每对走在一起的夫妻 都是不断选择的结果 长久的婚姻 不是靠曾经的信誓旦旦来维持 而是在风雨同舟的岁月里 不断地改正 调整 用心把彼此之间的纽带 记得更紧 让谁也舍不得离开谁 婚子问我 婚后真的能越来越相爱 能和同一个人 一次次地坠入爱河吗 为什么我的婚姻生活 越来越平淡地让人生厌呢 一想到还有几十年 都过着这样毫无激情的生活 我就感觉到无比的绝望 无数次想要结束婚姻 可是它从未触碰我对婚姻的底线 总不能因为 婚姻不是我期待的样子 就把好好的家给拆散了吧 婚姻的生活 近两三年 几乎固定了一种模式 早上起床 老公开车送儿子去上学 然后上班 他把家里收拾一下 就骑着电动车去上班 下午老公下班早 便负责接孩子买菜 他回家就负责做饭 晚饭后 儿子和他一起洗碗收拾厨房 他老公不是约人打球 就是跑步 回到家后 他和儿子已经睡了 分工合作的婚姻生活 说不上幸福 但是比起那些 帅手掌柜的老公 又要好很多 婚姻一直觉得 只要他没有触碰婚姻的底线 就可以将就过一辈子 婚姻里 像婚姻一样 踩着底线生活的人太多了 有人说 婚姻就是柴米油盐的生活 我的底线就是他顾家 挣钱上交就好 有人说 婚姻就是搭果过日子 我的底线就是不出轨 不家暴 不嫖不赌就好 还有人说 婚姻不是囚禁 我的底线就是不管他在外面干什么 只要回家就好 既然称为底线 不管是高还是低 都是对生活的最低要求 当你的生活 局限在底线边缘时 一旦遇到阻碍和不如意 很容易就触碰到底线 那就是世界末日 天塌了 以泪洗面 怨天尤人 痛不欲生 婚姻 就是把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结合到一起 坚守内心的底线 是最起码的要求 可是要想婚姻美满幸福 不能仅仅是对生活的起码要求 如果你对生活的目标 是只要不触碰底线 就能往下过 时间久了 对自己 对他的要求就越低 离底线也越来越近 那幸福 自然就越来越少 细水长流的婚姻里 要想长久的幸福甜蜜 就要改变观念 别只盯着底线 而是给幸福定制一个上限 比如 每天出门前来一个拥抱 下班回家 一起做饭聊天 晚上一起牵手散步 睡觉时 必须互吻一个 道一句晚安 当这些上限养成习惯后 彼此的心更近了 幸福感 自然就多了起来 一个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家 谁都会喜欢 眷恋 这时候 就要慢慢地把上限提高 比如送送礼物 睡觉时 枕着他的手臂 或说一句情话 一句我爱你 绝对是最无敌的不老药 一条条幸福的上限 一定能让生活更有趣 更幸福 越来越精致 谁都想下班快点回家 夫妻是平等的 没有规定 必须谁主动点 只要把日子过得红火 只要能把目光 从底线 转移到上限上 只要能带动对方 一起用心经营 一起把爱情 进行到底 想要不幸福都难 上周某天下午五点钟 先生发微信给我说 肚子有点不舒服 中午都没有吃东西 让我包点粥 我觉得用砂锅 包出来的粥 口感比较好 就一边开着煤气包粥 一边写东西 结果 完全把粥的事情 给忘记了 七点钟 先生回来 打开门 满屋子的烟 和烧焦的味道 还以为发生火灾了 他关掉煤气 站在书房门口 而我居然毫无察觉 他说 你能不能多用点心 在这个家里 能不能多用点心 在我身上 我回头 看着他那张 要吃人的脸 来不及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就碰的一声 关上门出去了 留下我在乌烟瘴气的 厨房里流泪 发抖 我承认 是自己粗心做错了 道歉的电话 拨出去 又马上挂断了 他刚才那样子 太可怕了 我何必自取其辱呢 满腹委屈的我 清理了战场 忙了一个小时后 他居然还没有回来 也没有一通电话 带着自责和委屈 饿得睡着了 起来 把这个吃完再睡 你的胃不好 小心饿出毛病 又遭罪 迷迷糊糊中 我闻到了 鸡丝粥的香味 那是我的最爱 先生把浓香的鸡丝粥 味到我嘴里 有点烫 一下子 把压抑在喉咙里的泪 全部给烫了出来 哭得稀里哗啦的 他吹了吹粥 一口一口地接着味 嘴里低声嘶喃 以后别这样吓我 多危险了 如果不是我及时回来 会有怎样的后果 多用点心在我身上 多用点心 微加幸福好吗 微加幸福 这是六年前 无意在一本书上看到的 那时候小家伙一两岁 恰好 也是先生事业的低谷 我总感觉 他不理解我 经常吵架 彼此都很心累 一个女人 对婚姻的绝望 从来不是不爱了 也不是第三者 而是在一个 毫无温暖的家里 艰难度日 每一天都是煎熬 一次伤心透顶后 我独自躺在床上 睡不着 就翻译了一本书 正好看到 微加幸福的故事 故事里的女主人 在答应男主人 求婚时说 我会每天给你 微加一点点的幸福 指之一声 微加幸福 那是男主角 听过的 最动人的情话 为了履行承诺 婚后 他们一点点的 给幸福定制上限 满足感和快乐感 也在一次次增加 指之一声 彼此 都是最爱的那个人 我之所以会对婚姻失望 主要是一直在 底线的边缘纠结 困惑 一直觉得 他挣的钱 全部交给了我 又没有去 沾花惹草 也没有家暴 和恶言相向 我不止一次的 有过可怕的想法 希望他触碰 我的底线 那我就会彻底失望 然后 给自己逃离的勇气 平凡生活 即使没有小说里的 轰轰烈烈 也可以用 微加幸福的方式 每天努力一点点 就会离幸福更近一点 微加幸福 多么美好的向往啊 黑夜里 我从背后抱住他 轻轻地说道 我们和好吧 嗯 他转身 用力回报住了我 最好的幸福 就是我低声地呼唤着 而他正好 有过应答 昆音里 适当地低头 就是给制定 幸福上线的机会 输一时 赢一试 中文字幕秩序